在婚姻中,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,毕竟鸡毛蒜皮的事情很多的,出了矛盾之后,要怎么处理,就很考验人了。 如果不会经营婚姻,很容易让婚姻出现裂缝。 下面这五个星座,很会处理夫妻之间的问题。 射手座大大咧咧,什么都不在乎,他们才不会因为今天的这道菜多放了点浆,就和你大吵一架呢。 和射手座相处,其实是非常舒服的,你不用花心思去猜测射手座在想什么,因为都写在他们的朋友圈里,同样,射手座藏不住什么秘密。 直话直说,这样处理事情的方法,意外的让人轻松了,摩羯座是看破不说破的代表。 你别看摩羯座一副呆呆愣愣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,其实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,摩羯座都了人于心。 你的一举一动,摩羯座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但是他觉得应该给你留些面子,不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到台面上,让两个人难堪。 还是沉默中给你留出机会,让你自己改变吧。 水瓶座其实是很注重两个人的个人空间的。 水瓶座不喜欢侵犯别人隐私,同样,也不喜欢别人侵犯自己的隐私。 他们认为即使结婚了,也该是两个独立的个人,这种一点点微妙的距离,会让伴侣觉得非常舒服。 距离产生美,水瓶座很会控制两个人之间的动力。 巨蟹座是非常俱佳的,很难看到巨蟹座凶起来,多多不一样的。 但这正是巨蟹座聪明的地方,他们正不纯粮的样子,会让爱人不仁心做,对不起他们的事情,对他们百依百顺。 就算有人一时糊涂,做了错事,巨蟹座也会大度地选择原谅他,让他自己愧疚,摆正错误。 巨蟹座就是难得糊涂的代表,天秤座是出了名的高琴商会交际,就算是一个大团体,他们也能把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妥妥当当。 在婚姻中,只有两个人的关系,天秤座更是能好好的管理了。 天秤座情商高,做事很有分寸,不会因为一冲动做错什么。 两个人就算是有了矛盾,天秤座也能巧妙化解哦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留言转发。